接近中午时间 这家阿秀排骨面小吃店前 已经有零星的人来排队领取便当 餐点拿了就走不收钱 而这样的爱心餐点已经持续提供了八年 为了让弱势的人至少可以温饱 这家位在西纸观光夜市的小吃店提供待用餐 阿秀姐这一组就是八年 幸好每个月都有爱心人士多多少少捐款补贴 大家都很辛苦 我这是妹妹 他们就说 啊 甘苦来说要欠习习习习都不用 我给你持续好 好在就是我们97.7电台的朋友 英明跟美子 他们都刚开始做 他们一直帮我们拉上来 没有经费他都补贴到 所以我慢慢慢慢就做起来 大家三星人士就一直来帮忙 一直在帮忙 所以也谢谢大家的爱 大家的帮忙才有今天 所以我也是义不容辞 女儿都一直要不要做 我说不行 能力的范围我们就帮他啦 这样子 做得也很快乐 防疫期间相信有很多人需要被帮助 那我们福德爱心会 还有我们光夜市这边好多热心的民众们 都一起来共襄圣语 我相信这个是细子处处充满爱的一个表现 他对社会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也是会陪的依子姐 然后呢 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那也我们的协会 很多善心人士 绝对可以跟依子姐一起为了地方上 为地方上我们共同来帮忙一些 我们需要帮忙的人 做爱心不落人后 系指福德爱心会加入行列 因为每天至少提供几十个便当 一个月下来都要好几万 除了路过民众捐款不够的 通通都是福德爱心会买单 希望带用餐可以持续下去 而每天煮爱心餐的阿秀姐 本来都是变卖吃的 而只要是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来享用免费餐点 只是今年初开刀之后 体力大不如前 所以现在宁愿先不做生意 也坚持要来煮爱心餐 也让民众很感动 阿秀姐是非常好的人 他从来就是在做善事 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这样好的人 他好过不好 但是他一定给我们这些穷人 一定给我们吃饱 才能看要送东西 今年一月份开了 所以就休息了 就开始只有做爱心餐 绑着腰也在做 忽然怕他们没有地方吃 因为孩子都长大了 不用我负担了 他们都自有组织家庭 现在只有我自己做快乐就好了 一个饭这人饭 我做给他们吃 我也有哪吃 没有分数限制 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来 阿秀姐每天带着呼腰上阵 煮美味料理 爱心便当菜色丰富量也多 整个便当挤得满满的 让若是有需要的人吃得饱 也感受社会满满的温暖 这层慧琳希致裁缝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